大家好,我是Stan 3月24号 MV在YouTube公开了3月31号即将播放的Kindle 2的低龄机 在节目中播放了各团参加Kindle 2的决心 以及初次见面的情况 但是,Mnet还是Mnet 大家除了关注每个女团的反应造型之外 另一个看点应该就是Mnet恶魔的剪辑了 而在低龄机,MV恶魔的剪辑目标似乎就是BBG的新币 但是,彻底的失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部分片段 本来的起步是几年都出道的 应该是B.我们先出道的吧 如果是妖家庆宫的话,是我们的前辈 但是是已2022年出道参加了 所以是BBG,不是前辈 嗯?嗯嗯?嗯嗯嗯? 太嚇到了 差点就昏倒了 对不起 谦卑 Brave Girls指定的对手是BBG 我们 是我们看起来好对付吗 心情是有点不好 在D0级播放之后 有少数网友们留言 被指定为对手就做出那种表情 看来不是什么好人品 醒鼻表情本来就很不好 昨天看他跟后边们说话的样子 就知道人品有问题 因为醒鼻气氛变得很尴尬 你看夏天夏度的样子 好傻眼 这些留言很像是在说 Thank you来了频道 现在有59万多的订阅 大部分都是因为 Den的颜值而订阅的吧 现在喊我饭圈就是这种反应 醒鼻在粉丝论坛说过这样的话 你们期待我怕声的表情 我也很期待 会有多严肃呢 大众们应该不知道 那是在紧张吧 KK 很好笑的是 旅金跟我说过 我很会使用嘴角一边上扬的样子说话 这不是我会使用 只要我笑着说话 嘴就固定变成那样 我爸爸看到我嘴角上扬的样子后说了 你一兴奋嘴角就会变弯 太好笑了 对 这个嘴角上扬只是从小开始的习惯 然后心鼻跟Yerum 只要是两家粉丝们都知道 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 甚至Yerum在之前直播的时候 说过这样的话 结果MH播放着沉重的BGM 想要用这两个人做紧张的气氛 然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这跟Street Woman Fighter一个片段很像 我们不该是前辈吗 挪剑没事吗 轻轻的调戏一下对方 紧张的BGM 加上周围的人瞳孔地震 然后最后的表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十八克克 明明是被恶魔的剪辑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实际性格 谁都不相信 太好笑了 粉丝们都知道 那是非常快乐的表情 心鼻非常了解MNET的剪辑逻辑 所以故意说那些台词也太显眼 所以很好笑 我是男团粉丝 看了第零集之后 记忆中只留下了心鼻 心鼻策略大成功 MNET寻找的人才 可可 心鼻跟瑶人说 不该是前辈妈的时候 瑶人的嘴角也上扬了 看到字幕飙上紧张后 真的没把我给笑死 然后把恶魔的剪辑当真的留言 更把我给笑死了 瑶人的表情也太可爱了 看YouTube影片底下 已经有当真的留言了 读他们的留言真的太好笑了 总觉得这次的Quindom 2 应该会非常有趣 不过很多次都是因为MNET恶魔的剪辑 让部分思考能力比较低的网友们当真到处留酸眼 所以希望这次的Quindom 2 大家都不要上MNET的道 粉丝们互相应援 让出演的所有女团们 都能让这个节目变成再次登顶的奇迹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爷爷 我是小丸子 我们下支影片